好,许昕,我看今天在场上打得还行,我们还生怕你昨天调整不过来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从赛前准备到打得算比较好的一次 两个人在开局给对手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从开局一直到最后我们一直是以这种强攻的意识和这种态度给对手施加了很多压力 好的,马龙,谈一下今天比赛吧 我看你们俩就是从一早上就过来了,就是特别认真在准备这一场 因为赛制是五局三胜的,就是前四名之前 所以说也知道像全会国内选手又是混配,这种对手也都是非常强 所以五局三胜必须要从一开局就要能够去全力以赴 而且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位置放的还是比较低 从开局第一个球到最后一球都是还是去攻的比较多 然后两个人这种战术也比较坚定 我觉得这一点,包括在场上这种求生欲望 我觉得今天表现还是不错 因为你们俩从配的那天开始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夺冠的热门 这个会给你们很大的压力吗 压力肯定会是有 因为现在乒乓球的影响力,包括所有人这种期待 我觉得作为我们来说本身会有压力 但也是一种动力,关键看你怎么去化解吧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这种人的那种调动上 我觉得从一开始就非常好 可能人一旦打进去以后就不会去想到那么多压力 所以今天这是赢的关键 怎么准备下面的比赛 下面比赛就是七比四胜 我觉得这不是最关键 最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能够去像今天这样能够从一开始就全力调动 然后不断给对手施下压力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最关键吧 许兴呢,因为你还存在一个体力上的问题 那也要坚持吧 因为既然双打已经我们两人搭档了 我觉得目标不仅是外面人怎么定 我觉得我们心中肯定有一个最高的要求 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单打还是就是包括有伤 我觉得这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因为我们两个一站到场上给对手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要用自己就是可能我们两个人的成绩 可能要全新的组合要在全院会上征服所有人 感谢观看